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致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不可能一笔一笔资料在那边改 我们要去改 我们要怎么改 还有像六都的定义 各位知道六都 那六都在字面上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定义 我们要怎么把它定义出来 然后去分析六都跟其他线市之间的一个差别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部分 怎么做数据分析 我们当然各位都知道一个ESEL的枢纽分析 其实POWBI就非常像枢纽分析 但是他除了用枢纽分析 他有非常非常多建立视觉化报表的技术 然后接下来我会教各位如何去做大数据分析 可是前提是你要先会了这些什么分析的一些技术 接下来就一堆的函式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 这里面函式不多 就只有40多个大数据分析会使用到的函数真的不多 他取一个专有名词就叫DAX DA就是data 对不起 D就是data A就是analytics 就是分析数据分析 X是inspiration 就是韩式 韩式他取第二个英文字母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你在搜寻的时候 DAX他可能会搜寻到德国什么商业什么股市的指数 那个不是 请你再多打一下 例如说POWBI的BAX函数 你看这边我们要教你非常非常多 全部都列出来了 然后这些函数 很多人学了函数但是不会运用 所以我又希望说我教一个函数 我们就要去画出一个图 告诉你说怎么样去使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全部都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特别提醒你哦 你有没有 你应该大家都会以色谣的SUM函数 对不对 大家都会吧 可是你在以色谣里面 绝对没有SUMX这一个函数 对不对 OK 我们就是要教你说 这边几乎都是用SUMX 多了一个X 像 像例如说CUNT 它有加一个X RANK 排序 排序求名次 可是它这边就多加了一个X 就不一样了 而且光是一个排名次 这个韩式我就想了两天 因为当时我在研究这一块的时候 根本台湾都没有任何的影片 所以我就只好看国外的影片 也看不懂它到底在讲什么 好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要学的DX 这边请稍微注意一下 本来你知道的是SUM函数 可是在这边多了一个SUMX 这个韩式 再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做CALCULATE 计算 这个叫智慧函数 这绝对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韩式 好 那当什么累积到现在 今年累积到现在的值是多少 这个YTD 与上一期的比较 好 这其实都很重要 每一个韩式 我觉得都必须要去了解 光是这边至少要交大概两天的时间 好 因为每一个韩式都很困难 可是都很重要 这些都是做大数据分析 一定要学的韩式 所以很痛苦 但是希望各位 你要让我有时间交这一段 可以了解 我不能一直停留在只交初階的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课程 那个课程跟这个课程是无法去区别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交完初階的部分 就麻烦请自己回去再把我交代的功课看完就好了 愿你有一周的时间复习一下 让我在接下来至少有四天的时间把大数据分析给交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就以一个主题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其实会希望我们从数据这端 我们探索出来行为模式是什么 然后找到这些行为模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做一些决策的参考 这是我们来学这门课程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这些不管你要做什么大数据分析 我们都是先从就是商业智慧开始 为什么是先从商业智慧呢 因为BI这边已经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了 而且好像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 接下来我们再应用到 例如说生物医学或者是应用到环境 或者是应用到那个天气等等这些的一个应用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边当然一刚开始还是会以什么 以一个商业资料来当做是分析 那我这边是整个一个大的一个case 告诉各位我们分析的过程应该要走到模组化 举例来说我们对于客户的分析 我们首先是不是要先知道这个客户数 总共我的所有客户有多少 然后客户往来 然后哪些是主要客户 哪些是澳洲来的客户 总该要知道 再接下来就是客户跟我们的往来的关系 然后哪些是例如说高获利 哪些根本就是亏本在做 或者是哪些是咬着牙在硬撑的客户 然后从往来的关系 从往来记录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些 再来我们当然就要知道说 例如说2008年的主要客户 跟2009年的主要客户有没有变动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整个一个大的模组希望说你们去了解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 那再接下来大数据分析绝对会有机器学习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初阶 我们就已经交到预测跟分群 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也要交到预测跟分群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有更多的机器学习 更多的机器学习怎么做呢 好 那我就觉得希望说 甚至我到时候就发一张纸 每一个人一张纸 让你们手动在那边计算 让你们真正体会 原来这就叫大数据分析 好 那大数据分析 如果说我们讲分群的话 什么叫做K means 什么叫K物件法 我觉得这边光是这种方法有 我要是没有记错 大概五六十种 我只是摘要出来两种 而且是最热门的两种 然后让我们去了解 然后有更多更多的像什么 趋势去做 去用趋势线去做预测 台湾几乎大数据分析 去猜猜你喜欢 几乎都是用回归 统计里面的回归 来去猜你喜欢这个预测 这预测绝对就是大数据分析 必须的吧 好 然后接下来 我觉得还有很多人都会希望学 例如说文字探勾 所以我们也顺便教你文字探勾 那在这里Power BI 它可以结合R 有听过R吗 所以多多少少 你要会一点R吧 如果你掌握R的话 你就掌握了大概几万种画图的方法 因为R就是画图的工具 统计里面画图的工具 首推就是R 可以了解 另外有人会说大数据分析要学什么语言呢 还有另外一种叫Python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好 我们今年 我们今年 就我去年我在协助就是工训处规划课程的时候 我们开了 我们希望今年开一般R 一般Python 可惜R没有标 可不可惜 这是为了你们开的 为了进阶班的人来开的 可以了解 希望你们明年就是如果有人事单位 因为一定是透过人事单位宣传 麻烦请你们要争取这样一个课程 因为他要求要30个人才能够成班 可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你R或者是Python 你至少要学一套 因为Python它可以结合Table 那R是可以结合Power BI 好来去做数据分析 OK 所以到时候会教你们一点R 有听过 不管你有没有听过 因为刚刚毕竟上过初阶的人不多 所以会希望你们还是 还是至少 至少上完这个课之后 你留在脑海里面 要有这个GG Plus 2 这个套件名称就好了 你只要会用GG Plus 2 画图 然后会设里面的参数 我想你就可以画出你所想要的图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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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